各位企業代表們午安 感謝您今天前來參加2018第14屆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獎的評鑑說明會 那我們現在就邀請遠見雜誌資深傳述 即CSR評鑑召集人林沛軒 為我們說明2018遠見雜誌CSR的相關賽制的內容 掌聲歡迎沛軒 大家好 我是遠見雜誌林沛軒 那感謝大家今天前來我非常冷 希望我們室內還夠溫暖 那在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的簡報以及待會我講話 整個過程都有錄影下來 那如果在座各位有同事 是因為沒有辦法到現場的 或是想要回去之後再多做一點複習的話 我們明天都會把簡報跟這個影片 上傳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大家就可以去下載下來 好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今天我們這個評鑑說明會呢 其實主要有這幾個大的項目都要跟大家說 第一個就是最簡單的 關於我們整個CSR的一個很粗略的一個概況介紹 那再來就是我們第十四屆的整個辦法 那它的辦法當中當然會包括了組別啊 資格流程以及我們到底怎麼樣評分的一些相關的說明 再加上我們怎麼樣算是成功報名的一個手續 那所以後面會大家一起看一下我們的官網 那以及現場提問 那官網是我們昨天就已經上線了 希望大家稍微有看過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那也沒關係 好我們等一下就一起看一下 在我們整個CSR講的介紹上面 其實我想在座會來的一定都對這個概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其實不管是國內或國外在談到這整個相關領域的時候 其實不拖幾個關鍵字 大家可以從上面的內容當中看到 其實他談到的就是企業 他有沒有遵守一些道德規範 那跟他對於經濟的貢獻怎麼樣 以及他如何善待他的員工 那甚至對於他的社區還有整個社會 到底有沒有進到一些正向的影響力 那遠見CSR講的這一邊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蠻引以為豪的說 我們是在國內率先倡導這個觀念的一個媒體單位 那早在2005年的時候 我們就推出了第一份的企業社會責任大調查 那甚至我們整個專題也得到了獎項的肯定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以我們舉辦過13屆 今年即將要邁入14屆來說 以去年的規模是有達到118家 248件的參賽規模 最後得獎的 也就是我們正講數其實只有25座 老實說它是一個非常競爭激烈的 得獎率大概只有一成的一個蠻具代表性的一個獎項 但雖然它難得喔 但是以今天的狀況就知道 大家還是非常踴躍參加 所以這個獎項確實是 也是受到國內蠻多企業重視以及肯定的 那我們的獎項評鑑上有很大的一個特色是說 我們採取了雙軌兵型的一個大調查 年度大調查以及傑出方案 這兩大類型它代表的兩種意義是 年度大調查它是比較像是一個全方位的一種 全科生資優生各個領域都擅長的一個 傑出的一個表現 那像傑出方案它就是可以選定主題來做一個專門的發揮喔 所以這兩種是涵蓋了各產業權財以及各主題專財這樣的概念 所以不管你是全部發展的很好 或者說你在特別的項目當中有很好表現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獎項來做一些選拔 好再來就是今天大家來的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了解我們今年的到底辦法上有什麼樣的革新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在宣傳這個說明會的時候 我們就有附帶了特別強調一點說 今年在賽制上有一些微調嘛 那所以到底調整了什麼呢 如果在座的各位是以往我們的老朋友的話 以下的這五點您可能會覺得跟以前特別不一樣 我們要特別強調一下這個五個新的制度喔 首先第一項就是我們有增列了一個新的獎項 叫做第一屆遠見雜誌社會企業獎社企之心的選拔 那這個參賽的資格呢是在全台灣的社企都可以來參加的 詳細的辦法後面會再做介紹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們有一個新的榮耀 要跟大家特別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遠見的那個年度大調查 其實他舉辦以來有蠻多企業 不能說蠻多企業 有些企業他會連續的得到很好的榮耀 那我們在此也特別加強了這個年度榮譽榜的這個制度 也就是說如果他連續殘年了三次的年度大調查收獎 他就可以進入這個榮譽榜 然後等於說休息三年 未來的三屆他是可以不參加的 把這個得獎的機會 讓其他企業能夠有機會來角逐 這是我們的新榮耀的制度 第三項新的制度是包括新的一個鼓勵 因為大家知道國內的中小企業是非常多的 那在過去我們蠻多參賽者他們總是會反映說 他是一個中小企業 他覺得他很多的表現上面都沒有辦法贏過其他的競爭者 那我們也不慣得鼓勵他 那因此呢我們今年就特別的在賽制公布上 直接先宣布這點就是 從本屆我們會依照實際的參賽狀況 那經過評審的一個討論 可以增加一到五座的中小企業特別獎 那這個中小企業獎 他並不限定在某一組 所以有可能待會我們講的任何一組當中 他都有機會彈性的增加一些中小企業的得主 第四件事情呢就是我們一個要求上的一個特別的說明 因為如果大家是老朋友的話 會知道我們以前如果要參加傑出方案的本土企業 你都要連帶的參與大調查 那今年的這個規範呢 我們就是把它更加的限縮在 假使你是受政府規範需要編制以及申報CSR報告書的 如果這群本土企業你將會受到這個規範 如果聽起來有點複雜的話 大家可以直接回去想一個問題就是 你想想你的公司 是不是有受到政府規範說 一定要編制年度CSR報告書以及申報報告書的對象 如果答案是是的話 那你就要有這個條件 一旦你要參加方案組 那就麻煩請你也一定要連帶參加年度大調查 那第五件事情呢就是在我們的報名手續上 我們今年重新做了一個整理 整個手續就是呢 請大家要下載我們的報名表之後 填寫完畢 那你要完成繳件以及繳費兩個步驟 同時是一起都在我們收件期限之前完成 這樣子繳回來之後才算是報名成功 這是我們今年的一個新的手續 跟大家做提醒 那在後面解釋到各項部分的時候 如果有帶到這些新規範 我都會再次強調一次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說一下子記不住 好 組別說明上就可以理解到 我們今年等於說有三大類型的組別了 左邊的兩個年度大調查以及結束方案 大家或許就是比較熟悉的 那右邊的這個社氣之心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第一件事 我們今年的一個新獎項 增加了這個廣邀全台社會企業參與的獎項 那左邊這兩塊大調查跟結束方案 它各自的條件略有不同 那以及分組的話大家可以參照 簡報檔上的說明 以大調查來講說我們是用產業別來分成四個組別競爭 包括了傳統產業、電子科技、金融以及服務業 那結束方案這邊呢 它是廣邀所有企業參加的 以主題來說的 我們維持著跟去年一樣也是同樣的四大主題 幸福企業、環境友善、教育推廣以及工藝推動 那在剛剛前面提到的我們有一個新的鼓勵 就是中小企業特別獎 那如果你會有懷疑說你到底是不是中小企業 其實我們參照的也就是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定義喔 定義的說明在下方 大家到時候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以剛剛的說法 也就是我們的中小企業特別獎 它並不是一個單獨的獎項 所以很有可能在我們的 不管是大調查的電子科技業或金融業 那也許是在方案組裡面的 幸福企業或者是教育推廣 它都有可能依照實際的狀況 評審認可的情況下 彈性的增加中小企業的特別獎 這裡要跟大家說的是 到底我們年度大調查的內容是什麼 那其實它就是按照一個全方位的評比 包括公司治理 以及社會績效、環境績效等等相關 資訊揭露透明程度 全方位的一個CSR表現 那底下這個性要求 也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件事 假設你真的是有被政府規範 你一定要編制申報CSR報告書的 那你就變成一定是必要參加 我們的年度大調查 這個是傑出發言上四組稍微的一個說明 幸福企業到底是 以什麼樣的內容可以來報獎呢 那內容上我們強調的是 如果你在企業當中 你有一些促進職場和諧的相關作為 包括身心健康啊 鼓勵工作生活平衡 那甚至是促進性別平等 提升職場的競爭力等等的這些作為 都可以來提報幸福企業獎 那底下的環境友善教育推廣跟公益推動 其實大家可以從字面上稍微去理解一下 細節上就不再多做贅述 這個提到的是我們參賽資格 以年度大調查跟結束方案來講說 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門檻 也就是這兩年必須要有稅後的盈餘 也就是不能有稅後虧損 2016到2017 萬一你有稅後虧損的話 那就很抱歉 就是今年你可以休息了 不用準備那一堆資料來參獎 這個的基本條件的設定 當然主要考量的也是我們在講CSR的時候 其實股東也是你一個非常重要的利害關係人 如果你沒有辦法進到 對於股東上賺錢有盈餘的角度 那確實在這邊就是稍微請你可以休息 那以CS公司型態來講說 只要你是營利性質的事業體 不論你是上市上櫃啊 中小企業或者是相關社會國營機構 那甚至是新型態的社會企業 其實你都可以參加 這個條件其實在過去我們一直都是這樣設的 只是以前也比較沒有社企來參加這獎 但意思也就是說假設今年有社企 想要來繳足年度大調查其實是可以的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社企之心是 不一樣的事情 那以執行期間來說 年度大調查並沒有所謂什麼 任何的什麼時間限制 每家企業就是因為它是以企業為單位 所以一家企業就是保育界 那下面講的這個特別規定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新榮耀的部分 如果你是連續殘年了三屆的年度大調查 首獎的企業 那未來三屆就是恭喜你進入榮譽吧 在結束方案上它的這個時間的規範 要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的是 我們今年度參加 2018 十四屆的這個結束方案 你必須要是在 2017 的 1 月 1 號到 2017 年 12 月 31 號 全年度當中有執行過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也就是你的方案 它必須要任何的一天都有 double到 2017 的任何一天 隨便講個例子 假設你有一個很不錯的方案 你已經執行了十年 它執行的時間是 2007 到 2016 12 月 31 號 那很抱歉你不能參加 因為你並沒有任何一天執行到 2017 那再來就是它的建術限制 因為前面大家有看到 我們結束方案分四大類組 幸福企業、環境友善、教育推廣、公益推動 這四大組裡面你可以任選任一組別 然後參加的建術也沒有任何的限制 但是它其中有一個限制是說 如果你同一個方案 你並不能夠跨組的參賽 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假設你有覺得你們企業做了一個非常好的 傑出方案的例子 它在做環境教育的相關的內容 那如果你想要拿這個案子來報環境友善獎 以及教育推廣組 那很抱歉是不行的 你只能擇一擇一來選擇 也就是說我們把參賽的方案 假設我們視為一個參賽者的話 這個參賽者他是不能夠劈腿跨組到不同的組別去晉身的 但是你可以 同一個期間你可以有非常多的案子來報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條的說明 就是一個方案其實它是不能跨組 但是一個組別可以多方案 那關於結束方案上其實它也有一個特別的規定 也就是如果你是在過去三屆 也就是第十一屆到十三屆當中 你們公司的方案 它曾經獲得了方案組的首獎 那你這個方案也是三年內不需要再來參加的 社氣之心剛剛提到了我們今年最新增加的這個獎項 那會增加這個獎項很大的原因 其實也是因為看到社氣的風潮這幾年在台灣非常非常的盛行 那大家都不斷的去談到說 一個社會企業一個新型派這樣的企業 它對於整個環境 對於整個社會面上帶來的效益是非常的不容小覷的 它有點像是如今企業公主中一股蠻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 我們過去在倡導CSR觀念這麼多年上 其實我們也很想要把社會企業這樣好的觀念 再一次的跟台灣社會做一些強調 所以我們在今年也守辦了第一屆的遠間社氣之心 全名就是第一屆的遠間雜誌企業社會長社氣之心 希望能夠挖掘出一些傑出的社氣的典範 那重點是它有一些創新可行的商業模式能夠穩健經營 希望能夠帶來一些指標性的一些效果 那因此呢就是我們大致上訂出來的 核衛社氣到底誰可以來參加的一些基本規範 包括它的組織型態它的財務來源 那設定的終止以及經營的目標 那在這邊底下也有一個特別的輔助 主要的意思是說 因為大家目前到底界定何為社氣 大家總是期待會有個明確標準的定義 那在我們主辦單位這邊定出的這四個條件之外 假設你覺得你看起來並沒有符合的四個條件 但是你還是非常想參加社氣之心 你自認為你們公司是一個非常符合社會企業標準的一個組織的話 那我們當然還是歡迎您參加 但是您必須在我們的文件當中清楚的字述 你到底為什麼是社氣的一個說明 那只要這個說明夠強烈 那有說服評審 評審會著亮的來參考到底是不是您可以參加 對這是一個額外的輔助 這個流程上呢就特別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整個評選其實它是有兩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大家會繳繳非常豐富相近的書面文件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會經過第一階段的評審 選出了入圍企業之後呢 我們會有第二階段的決選會議 那決選會議呢它的進行方式就是會邀請企業代表 每一家可以有三位代表來到現場 跟評審做直接面對面的問答交流 企業會有一段簡報時間 那評審這邊也會有一段QA的時間 那現場來做一個評審的過程 所以這兩個階段的時間點呢 我們也都先跟大家請大家預作準備喔 就是決選會議目前就是直接訂在3月 明年的3月28、29、30號的3天 那詳細的時間地點我們就會直接到時候再個別通知入圍企業 每一件的入圍通常是選出6到8件 會是到時候的參賽規模來做一些調整 那整個公佈的專題的公佈就會在明年的5月1號 在我們的雜誌上以及官網上會有最終的公佈 這一點是也許蠻多人真的都非常想知道的是 到底怎麼樣的企業能夠在我們這邊勝出 我們所重視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些都是我過去都會跟大家分享的幾件事情 其實很簡單 我們想知道什麼什麼是會被評分的 其實就是寫在我們的問卷當中 所以答案其實就在問題當中 那待會稍微後面我就是拿我們公佈推動組的那個表 來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說明 那再來就是填好填滿這件事情很重要 填好填滿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所謂的好當然你的內容需要具體 然後佐證也切實 也就是你提供的資料一定都是切合到 有貼近到你原本前面所講的任何一件事 那再來滿的部分當然就是指的是你答題完整說明清楚 因為過去我們的題目有些企業會覺得說 有這麼多題項我真的每一項都要提嗎 那是的麻煩你每一項都要填 因為我們每一項都有它的計分 再來就是高副帥這件事也非常重要 在我們的參賽上面 所謂的高其實它要談的是 你們這個專案當中 我們能不能夠看到你所謂的執行力 以及你高度投入 這個所謂的投入當然也包括企業本身 以及是你有沒有辦法觸動員工 甚至你的供應商你的周邊零力一塊來投入 那再來就是它的議題高度 這一點也是我們滿看重的 第二件事富談的是富有成果 有的時候一個很好的議題 那你也花了很多心力去投入了 但是你到底產出哪些成果 有什麼樣的效益 那你如何去評估這些效益 你自己對於它的成果 你有沒有一些檢核機制 那檢核完之後你發現了任何的優缺點 也沒有辦法再回饋到前頭去做一些改進 影響的層面夠不夠深遠 是一小群人你做得很深嗎 還是你把它做得很廣泛 影響到更多的人 這都滿重要的 再來第三件事情就是率先領航 這講的當然有點像是 比如說你的創性啊你的獨特 那你有沒有辦法是在業界當中特別突出的 那是旁人難以競爭的 所以底下特別提到這幾件事 大家可以回去再做思考 你要強調你的作為上 這幾件事情是不是有符合 一個就是夠普遍或是夠深入 那它有沒有一個社會上重大的意義 那獨特性高不高 前瞻性怎麼樣 以及未來的長遠做得夠不夠持久 這個底下這兩頁就是要給大家看到的是 我以公益推動主為例的話 我們的表格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如果大家回去把這個表格下載完之後 它問的其實就是這幾大項 總共有十二大項啊 這是你一頁 第二頁十二大項在這邊 那如果你一個一個慢慢看的話 其實你執行的時間 你跟誰合作 你為什麼想做這件事情 它的目標是什麼 內容怎麼樣 創意以及投入資源 這幾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那後面的描述 其實我們到時候也都有秀在表格上 所以大家不用擠得操 可以回去慢慢看 就是慢慢思考說 針對這一題我們到底要怎麼回答 要如何提供一些讓評審 可以作為評選標準 作為佐證參考的一些依據 那再來到當然七到十二問的 就是社會效益啦 剛剛也有提到檢核機制 做這麼多事情 你到底有沒有去評估它的效果 那不是只是一頭熱的 覺得我們今年資源夠多 人力夠多 那我們就是一股腦的砸進去 那再來長期推廣 那以及職能結合跟營運結合 這兩件事情也是過去我們一直蠻強調的 所謂的核心職能 推動這件事情 對於公司來講說 你到底有沒有發揮你別人所沒有的特長 去把它做到更好 然後最後有一個獎項認證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相關的作為 你已經在外面有贏得了蠻多其他的獎項 那或者是相關的露出你的影音啊 你的很多的文件啊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些佐證 手續上呢 就要跟大家講的三個步驟 第一件事情就是麻煩請到我們官方網站上下載了 針對你想要的組別去下載你需要的文件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必須挺好這些資料之後 那基本上的資料至少會有雙文件 一旦你要報名 你一定會聽到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公司的報名表跟參賽的資料表 這個等一下秀出網站之後大家會更清楚 第三件事情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麻煩切記務必一定要在明年2月9號 禮拜五的五點之前 完成了你的繳件以及繳費 這兩個步驟我們才算報名成功 這就是我們剛剛最早前面提到的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手續 也就是繳件跟繳費一定要合併完成 在明年2月9號禮拜五五點之前 那關於繳件跟繳費 或許你心中有點疑惑說 到底我要繳什麼文件以及我要繳多少錢 這張頁面就是有清楚的告訴大家 以年度大調查跟傑出方案來說 這兩組是有報名費的 那最右邊的這個 我們今年新辦的這個原件社會企業獎 社企執行它是不需要免收報名費 這是我們今年 基於推廣社企共好概念的一個原則上 我們在這一組免收報名費 但如果你是年度大調查的話 它是以企業為單位 所以每一家你頂多就是報一件 那一件就是一萬塊 年度大調查 那如果是結束方案的話呢 我們有四個組別 你四組你可以任選你要哪一組 那你也可以任意的挑選 你到底有幾件要報名 不限件數 那每一件就是一萬元 假設你幸福企業一件 環境友善一件 那公益推動兩件的話 一加一加二 這就是四萬塊的意思 那以它的矯件資料來說 如果你是同時參加年度大調查 以及結束方案 你只需要繳一件公司資料表 這個顏色上 我不曉得大家顏色看不看得清楚 但是大家如果看得到 左邊那兩欄的表格裡面 它的公司報名表是一樣的顏色 意思就是說這兩張表是長的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這兩組都參加的話 其實你只需要繳一張表 對這個跟這個這兩件事情 這兩個表是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 方案組的表 當然每一張表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參賽資料表 其實是五顏六色 它其實就是有四種不同的表格 所以幸福企業有自己的參賽資料表 環境友善也有自己的參賽資料表 教育推廣自己的 那公益推動又是另外一個 所以如果你需要 好我們可以來 以剛剛講的 假設你某一家公司 你要參加 幸福企業一件 環境友善一件 公益兩件的話 那你就要給我四個不同的參賽資料表 這個就是讓大家跟大家說要繳費 那你錢到底要繳到哪裡呢 我們的方式就是可以採取匯款跟ATM 那銀行跟帳戶號碼在這邊 不會要求大家背下來 這個我也背不下來 這個我們網站上到時候都會寫 那我們的公司報名表上也會再寫一次 所以一定會讓大家把情匯到正確的地方 這樣才算報名成功 對 然後當你繳費完成之後 我們在公司的報名表上 也會有一個欄位 請你也要務必填上正確的匯款資料 這樣子我們才好核對 最重要的提醒 真的剛剛一再強調 報名手續兩件事情 繳件跟繳費都一定一定務必請切記 要在2018年2月9號下午的5點之前 完成 因為老朋友都知道我們 與其真的是不在受理的 再來就是交這些資料的電子信箱 就在這邊 csr.cwgb.com.tw 這個信箱同時也是我們接受各種諮詢 以及疑難雜症解答的一個信箱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寄到這個信箱來 那如果你有很多的佐證資料非常豐富的話 那因為我們的信箱也許它有時候會有容量的限制 沒有辦法 一封信沒有辦法超過10枚 可能會寄不過來 所以也麻煩您可以使用儲存裝置 不管是光碟啊或是隨身碟 你可以儲存在裡面 然後再把這個儲存裝置 郵寄到我們公司的地址上 那請助名只要是csr.cwgb.com 專案小組收這樣就可以了 好的很快的我們就進入到我們的 剛剛講的那麼一堆資訊喔 你現場真的記不住的話 你回去的辦法就是 麻煩請你到我們的活動官網上 再去做一個複習 這個頁面就是遠見雜誌的官網啦 那在我們官網上的右上角 這個黃色框框框起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這個活動官網的一個連結 你只要從這邊連進去就可以了 好然後你會看到的呢 就是這個頁面 大家昨天有看過嗎 昨天有看到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還不少應該還不少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官網頁面 那剛剛提到的今年的幾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都已經真列在上面了 包括說第一屆的 遠見社系之星的獎 那我們的榮譽榜制度 以及我們中小企業鼓勵獎 都在上面了 那前面提到的很多辦法 如果你回去要看的話 其實你就點選這個評選辦法裡面 它都會有包括組別的說明 那或者是參賽資格的一個說明 就是都在這裡了 那再加上剛剛講的報名手續 手續的提醒也都在這上面 有顯示出來 包括時間啊 2月9號 2月9號 以及繳件的資訊 到底要寄到哪邊 那甚至說我們也強調的 記得要繳費這件事情 它的資訊也都有秀在這邊了 這個匯款的資料 好原則上這就是我們的網站 那下載報名表 這就是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了 如果你決定好了要參加之後 你要下載報名表 就請您點剛剛 剛剛往右上角這個非常 像黃色標準的下載報名表的頁面 你就會跳出這個地方 那麻煩您就先就 你們公司的身份別 做一個簡單的篩選 究竟您是本土企業呢 還是外商公司 還是你是要參加社企執行 因為它後續會跳出來的表格是不一樣的 所以請在這邊先做一個初步的選擇 選擇完進去之後呢 我們會有這個頁面 下載報名表 要麻煩大家稍微填一下這些基本資料 這主要是做一些記錄 我們後續可以有一些在座的追蹤跟整理 這樣子 所以也請大家這一頁稍微寫一下 寫完之後我們會進入到這個地方 也就是假設你是填本土企業的話 那你會看到的就是這幾個表格 是你可能會用到的 你會需要下載的 那剛剛不斷講到的公司報名表在這裡 它有一個標註信號 也就是你是一定要填的 所以一旦你要報名 就麻煩這公司報名表 一定要下載下去填完 那底下的參賽資料表 就是可以看到有五種類型 第一個就是年度大調查 那下面就是關於我們解除方案的四種表格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個報名表 公司報名表就是長這個樣子 您會需要請你填公司的基本資料 聯絡方式 那以及這裡稍微幫我們勾選一下 你到底要參加哪些組別 然後 繳完費的時候 請您在這邊留下您的匯款資訊 我們後續做核對 都可以直接填在這上面 傳回來 那如果您是外商公司的代表的話 您看到的頁面是長這樣子的 如果要比較一下的話 這兩面的差別就是外商不用參加年度大調查 所以外商這邊你看到的這邊是沒有年度大調查的那張表的 你唯一可能需要下載的就是這四種類型 那外商的公司報名表也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原則上也是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對大家想玩 玩玩看哪裏不一樣的話 可以自己回去對 它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所以請大家不要填錯 因為填錯表可能 後面整體上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那如果是社氣之心的 想要報名的話 社氣之心只有兩種 只需要兩件事情 但是應該說社氣之心沒得選 你要參加社氣之心的話 這兩個都就請填吧 一個就是公司報名表 跟參賽的資料表 這兩個都是必填的 那社氣之心的報名表長這個樣子 也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格式 那都可以直接到網站上下載 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真的下載上 遇到任何問題的話 下面都有不斷的寫上我們的聯絡方式 以及我們這個專用信箱 請大家多多利用 好了 三十二分 對 結束了今天的簡報內容 那希望大家還聽得夠清楚 因為我今天最重要的任務呢 就是一次讓大家清楚 希望都不會用到寫信來問 或是把電話來問 好 謝謝佩萱的說明 那接下來的話 是進行企業的提問的時間 如果各位針對東方佩萱所分享的內容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針對 2018遠間雜誌CSR的賽制上面 有一些疑問 都可以現場踴躍的舉手發問 那我們其實在今天這個現場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開放第二現場 在對面的會議室 那如果是第二會議室的 那個第二現場的企業的代表 他沒有任何問題 可以跟現場的工作人員 然後索取提問單 然後可以寫上你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一樣會讓佩萱來做回答 那我們現在這邊 現場的企業代表們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可以隨時的舉手來提問 然後你就舉手 我們就會把麥克風遞給您 你好我是技嘉科技 那我沒有問題是 因為我已經下載那個大調查的問卷了 那我看了每一題的細項之後 發現有一些題目好像年份的數字沒有更新 還是寫2016年 所以就是比方說好了 第15題那個有無談查公布 溫室氣體直接排放量這個題目裡面 目前寫的是2016 然後像第17題那個攀查 營運耗水量也是問2016年 就不止這兩題啦 就是我看到很多 因為有一些數字 有一些題目它是跟營收有關的 所以我不確定說 它是不是因為考量到我們可能 現在還拿不到2017年全年 就是到Q4的那個營收 所以去寫2016 就不確定 所以就是怪大家想問卷裡面有一些年份上 想確定是物質還是是真的要我們 要我們填2016年 好 第15題對嗎 你剛剛有看到的 第15題 我剛剛舉例是15題 溫室氣體直接排放 然後17題的那個水的營運的耗水量 然後還有一些像19題的第二題有說 2016年採用多少再生能源跟綠生電 也都是問2016 對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舉例來講 有一個是問那個資源 生態資源的那個使用的效率 那這個部分就是也是問 資源生產力 對 資源生產力 19年 對 19年的第四題 生態效益這個部分 那因為這個是用 每營收的那個去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說 是考量到我們可能沒有2017年全年的營收 所以問2016還是 是因為 好的 真的有點困惑 謝謝 沒問題 關於這個很 算是很認真的 昨天已經把大調查 下載完看過的記家 對 感謝你齁 那大家剛剛有聽到嗎 螢幕上我有秀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大調查當中的問卷 其實就長這樣子 剛剛他提到的15題 那以及包括17題跟19題裡面 大家有發現任何共同點嗎 除了數字都是寫2016之外 其實這三題當中 為什麼會問2016呢 它其實都是跟環境績效有關的 那很多的環境績效的 它的機查 或者是它最後的查證 其實 我們確實也是考量到 目前大家是沒有辦法填出2017的數字的 所以沒有錯 這三題是2016 我們想問的就是2016的數字 嗯 剛剛講的15題的問世氣體排放量 17的水資源相關的一些統計 以及19的整個都是在問環境友善表現的數據 對 不要懷疑沒有填錯是2016 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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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第二现场的昆顶企业 他有问到了一件事情 企业可一并报名本土企业及社会企业 或是择一参加呢 好的 我们来看刚刚这一页好了 以社会企业来讲 刚有提到了 到底我们怎么样定义 谁可以参加社会企业呢 在主办单位这边 我们是有定出了一个 原则上四个条件 让大家做一个了解 以这四点来说 刚刚也稍微有解释到了 如果您的企业 你觉得这四点条件对你来讲都是符合的 或者是有一点不太一致 那你想来参加社会之心的话 我们可以接受您报名 但是您必须要在我们的参赛文件当中清楚的字数 你觉得你到底为什么是设计 你提出你对于设计的了解 你如何定义设计 那以及你公司的相关资格方面 我们会把这些让评审委员来做一些判定 由他们来规范说到底什么叫设计 那其实设计这几年在台湾 刚刚也有讲到嘛 它非常的风行 很多人都不断地提到说 像很多新创或是青年朋友 或者是很多开始的微型的小型的公司 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具有一些社会理念 想要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 那他们提出了一些创新的商业模式 那也得到了市场上的认可 可以自己自足 像这样的企业目前可以被认为是设计 那以刚刚提议的是昆鼎 昆鼎假设你们想参加的话 你们当然可以参加大调查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设计上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 你可以需要多多思考的这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原则 你觉得你的设立宗旨啊 你的经营方式啊 你的商业模式 你的整个运作方式 跟目前当下大家对于设计概念上 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你觉得说我认为是一致的 我也提出一套办法 我到底怎么样算个设计 那你暴明设计之心 就麻烦你填写我们的文件 然后来参加 所以这两组其实是不冲突的 你如果是设计 你也可以参加大调查 但是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的设计之心 刚刚讲到的设计之心 这一组是免收报名费 所以如果您是一个设计 你想要来较逐年度大调查 那大调查这边 我们是由每一家企业 是以一万元收费的 所以这一点上有一个小小的差异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你刚刚的问题 直接回答就是可以 他不需要择一 他两个都可以参加 但是在参加设计上 您就要去考量说 到底您是不是一个设计 外界对您的看法 您会不会符合设计 你有没有办法说服评审 我真的是一个社会企业来运作 大家好 那个永信耀平 我想去年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我们也坐在这边 然后今年的2月10号 就是矫健 可是 对不起 差不多差一天 我想在座应该有很多 这个CSR的小组成员 大部分应该都是没有得奖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哪个地方需要去做一些 改进或者是调整的部分 而不是说 评审完了就结束 谢谢 这也是我们过去整个评选办法 在结束之后也蛮常都会收到 来自于企业的会馈 以及企业来跟我们交流 那原则上其实只要是有遇到的 我们会收到企业这样反应的 我们这边都可以给他一些会后的意见 那只是不太确定说 刚刚 你们是来自于哪个企业呢 如果在过去你们参加过 如果有遇到你们来问答 而我们没有跟您任何回应的 可能 也许在场有吗 好在场没有人举手 那以我们这里都是 其实我们办这个奖项 我们当然都希望 关注的不会是在得奖者 所以不论是你有没有得奖 其实其实你是得奖者啦 在后续也都会来跟我们做一些讨论 到底我们从我们的观点 我们评审这边看到的意见是什么 我们其实都蛮愿意给予回馈的 所以以我这里是不会遇到说 不愿意告诉大家的一个问题 那至于到底为什么会得奖 或是怎么样来改进的话 它其实都蛮个别性的 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案子去讨论 所以如果以整体性的方向 其实是我刚刚讲到的那几点 关于得奖 如何得奖的那几个大指标上 大家可能就这些面向去做思考 那在细节方面 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告诉你 到底也许贵公司要改进什么 或者是你们哪一个地方 要再做得更好 可能有具体内容之后 我们比较好做一些讨论 针对刚刚这个问题 我可以稍微做补充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 在公布得奖名单是在五月号的杂志 那通常我们的说法就是 在五月号杂志初刊之后 我们就开始接受各企业的 就是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 所以就是因为通常 佩萱她常常会不在公司 所以就是建议说 你们可以写信到CSR的信箱 然后通常或是致电给 就是CSR的联络窗口 跟您说 就是跟我们说您有这个 就是需要跟记者 知道这个回馈的需求 然后到时候就是我们会帮你们约时间 或是你写到信箱 然后佩萱她会定时去看信 她就会针对那个问题 然后去跟你们做电话的恢复 对她刚 不好意思喔等一下 我们同志刚 佩萱她刚刚帮忙提醒的这点 其实就是跟大家 让大家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三月十四号 以今年为例啊 我们三月十四号 就会宣布入围者了嘛 那有人入围就是有人没入围 所以假设你是有参加 但是不幸今年没有赢得青睐 没有入围的话 麻烦也是一定要在五月一号之后 可能如果你需要一些讨论啊 你需要来跟我们交换意见的话 就请在我们整个 评选过程都结束之后 都公布之后 五月一号再来跟我们做一些 再来找我们啦 对因为在三月十四号之后 到五月一号之前 其实她都还算是在一个 评审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那个期间 我们是不太方便 再多做一些额外的说明 来刚刚还有一位 不好意思喔 因为今年金融业发生了 一些这个负面 而且被今晚会采拔的事情 那请问我们这几家金融业 还需要就是适合来报名参加吗 然后会不会发生报名了之后 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 又被太除了一个状况呢 感谢有这么诚实 透明的企业 没有啦 其实公开资讯嘛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讲的我们 我们所说的报名门槛 其实我们这里设的门槛 一时间找不到 在这儿 我们设的门槛 其实看得出来 其实就是这一条 就是所谓的 这两年有没有最后盈遇嘛 那原则上只是 只要你符合这一业当中的资格 其实你就是可以参加的 那但是 刚刚就位金融业的朋友 他所提到的问题呢 你会不会因为 你今年有被裁罚 有相关的一些负面新闻 而就受到评审的 可以说是负面评价 那我必须说是会的 因为在我们的大调查当中 我们当然也其中会问到了 一些包含了 比如说您今年 也就是一些法尊的问题啦 其实坦白来讲 你在这点上 你有相关的负面的表现 他其实当然都会受到 在这边啦 28题 贵公司在2017年间 有没有返了任何的法规 而受到裁罚之事实 其实这个我们就是 列在题目当中的 那我们每一个题目 他就是评审要看的一个指标 所以这件事情 到底有多严重 那对于你们的猜法 有哪一些效果 其实你在这边 都是可以表列出来的 那我们这里有列出了一个 就是后面有特别注明说 请说明成熟的内容 以及谈善作为 他这里当然也是 多留了一个空间 让大家可以 如果你认为您被裁罚了 那您在后续 有什么样的改善作为 您可以做一些说明 那天上也会 着亮的来做一些参考 简单回答是 一旦有负面新闻 它确实就是一个扣分 但是这个扣分 有扣得多大 对你们的印象有多大 那这个就必须 看实际状况 才能够考虑 对 但再回到最前面 你还是可以参加 但你会被扣分 不好意思 我现在请问一下 我知道国外参加一些奖项 都会需要报名费用 可以理解 那我想知道一下 为什么今年需要收费 然后第二个是说 在奖项当中 是不是会增列一个 类似像进步奖之类 鼓励一些企业 在去年跟今年的比较当中 他们如果有一些大要进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谢谢 先回答进步奖的问题 这个问题容易多了 进步奖 当然过去我们自己也讨论过 但是所谓进步奖 它我们考量 目前都还没有推出过进步奖 一个蛮大的原因是 所谓的进步 当然就是你跟你自己比 有所进步嘛 那除非您在我们这里 是长久以来一直都有参加 我们比较能够有一个 过去记录的轨迹 可以看得出说 您确实有长足的进步 那比起别人来讲说 有比较特殊读出的表现 才有办法给予进步奖 所以进步奖来说 我们这里在操作 实际操作面上 确实是有一些困难 因为如果大家可能 反正如果是老朋友的话 你会知道我们过去公布的奖项 是所谓一个首奖两个楷模 我们并不是排名次 也就是我们并不是排出 每一个产业的前十名 或是每一个方案的前十名 没有这样的名次 坦白说我们很难的 可以给出那个 所谓的你今年进步 你到底是进步几名 这样的一个依据 所以在进步奖上的操作 这是我们主办大会这边考量的点 那当然这是很好的经验 就像我们今年想要增加中小企业奖 这个也是过去很多年以来 大家的反应 那以及我们的思考 我们觉得 对我们可以用今年的这种方式 来弹性的增加中小企业奖 那我想进步奖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可以再持续的多多去思考 到底怎么样可以比较妥善的 来增加这个奖项 这是关于进步奖的部分 那为什么要收费呢 其实这件事情 对这位企业伙伴刚也非常好的 帮我们做了一些解释 其实确实很多各种奖项 它都会是需要着收报名费的 那报名费的主要用途呢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 我们整个听选的奖项 它其实耗时蛮久的 从我们现在开版 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才是 2017的12月19号 但我们整个过程 是要到明年2018年的5月1号 整个奖项的流程才算是完结 它的时间非常久 那再加上我们的评审 其实也都是会邀请外赌的评审 来帮我们做一个审理 所以历届来讲 我们都是有给予评审费用的 这个费用过去13季以来 我们当然是自行吸收 那也不过因此在今年 我们觉得说考量整体的状况 在我们每年邀请了 以去年为例 至少有20位30位的评审当中 我们还是需要支应他们费用 那再加上前面讲的 我们大概长达半年时间的 这样子我们内部作业流程 所以会着收这样的1万块的评审费 那以过去13年我们都没收的情况之下 今年来说 以前13季来讲我们也都会跟大家主张说 其实办理事业上的奖就是我们远见 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表彰 那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永续的概念来讲说 老师说对于这个奖项 我们也是有一种长期办理下去的一个决心 所以对于这样子要长期做下去 永续的一个精神 老师讲一个自给自足 那以及在这样的实际的操作的成本运作之下 要能够继续的做下去 这也是我们今年开始决定要收费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抉择 希望有说服大家 华茂科技的朋友他问了一件事 关于年度大调查 检附的佐证资料是否是不限格式 可不可以用检报或者是罗德党 或者是单位自行描述来源及说明 原则上是OK的 我们任何的佐证资料 其实可以是文件 可以是PowerPoint 也可以是照片或图档 关键只是 您可以把它送到我们的手中就OK了 对 所以过去来讲 当然最推荐的方式还是使用电子方式 那你可以把它压缩成PDF格式 它是一个比较不受限不会受到什么信件任何干扰 以最小阻碍的方式送到我们手中 那刚刚讲的除了传email之外 当然存在随身碟存在光碟里 再寄到我们这边来的话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因为强调环保 所以我们尽量减少纸本的一个资料 尽量都是用电子的方式来提供给我们 这个字写得非常多 来自可乘科技的朋友 第一个问题 刚刚说今年为什么开始收费 对 它有夸号 因为要向上承报 我刚讲那个话可以达成读字稿 给大家承报上去 第二件事情 若为规定出版CSR Report的公司 可以选择不参加本竞赛吗 会有什么后果 那第三件事情 如果公司是集团的话 财务资讯上百分比无法切开 大陆跟台湾怎么呈现呢 他也附助说 因为分子是台湾分母是全集团 2月9号之前 怕没有办法拿到台湾的数据 好的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解决了 那第二件事情 是否可以不参加本竞赛 会有什么后果 我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 你们是有被规范 假设您是一家 有被规范要申报报告书的公司 那您想要来参加方案 但是你又不想要交大调查 就是 就是很抱歉不可以 对所以刚刚的附助条件 就是如果你已经被 政府要求你要缴交报告书了 然后你又不想参加我们大调查 但是你想要参加方案 我们会跟你说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 既然你会被政府要求要缴交报告书 坦白说你就是被赋予一个 在全台湾企业当中 你们应该是要表现得更领先 更好的 也因此在我们的大调查当中 它是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规范 刚刚讲的嘛 它是很像是科科考的全科班 我们会希望你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的 但如果你不想要做这样子一个支流生意 只想要在某一个接触领域上来得到奖的话 我们会对您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我们会觉得你在整体方面 你至少也要做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所以也因此这个附带条件 主要是对于这群已经属于前段班的企业们 我们给它一个更高的标准 觉得你一定要来参加大调查 所以第二题的回答就是 如果你要参加方案 不好意思 你真的要交大调查 你不交的话 就是也没有办法报名方案 对 这是我们对于前段班的企业 一个今年稍微严苛一点的考验 那第三件事情的话 在很多的数据上 如果像您提到的财务 财务数据上 你要如何的去呈现 如果 我有碰到它了 好 如果在2月9号之前 你没有办法拿到的话 请你帮我们加注 写清楚说这个数据到底是结算到什么时候 这样子我们后续在做评审的相关的比对上 它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说 这个数据跟别人的数据是不同的 所以一旦你有遇到像这样的问题 就麻烦您在文件当中 清楚的写出说 这个数据是结算到什么时候 那可能没有符合 没有 没有回答到 也许我们问的是2017 但只能听2016的 就麻烦您写清楚 我们才好跟评审做一些说明 谢谢 谢谢 这个小姐 大家好 我是美人科技 我们过去没有参加过 那今年我们考虑要来参加远见调查 那只是说 我一看矫健的资料里头 一直都没有提及是需要绞交TSR的报告书 那这也是必要矫健矫健吗 好 没有错 我们的任何办法当中 都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附上CSR报告书 但是呢 如果是过去有经验的朋友 其实你们做的CSR报告书 很大的一个机会 它都会成为相关这些文件的一个佐证资料 所以简单回来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做 你还是可以参加 但如果你有做 他在你报告 在参加我们比赛上 在附任何资料的时候 你会多了一份佐证的依据 对 如果写的是16年的CSR 就是如果写的是16年的CSR 那跟我们填写大调查的内容 如果是我们要17年 那就会有落差点 因为我们可能来不及接2017年的报告书 对那以我们的评选的给分上 我们会给的还是我们所列出来的 比方说假设那个提项上我们问的是2017 那我们给分的依据就是您2017在这个面向上的表现 所以对听起来确实会有落差 如果你们提出的报告书当中 所有相关的作为是在2016的作为 那偏偏刚好我们那个提项他要求的是2017的话 可能就会有落差 对 所以当然尽量建议是能够依照提项上所要求的年份 以及内容来做相关的提供 资料的填写 如果是写2017年 可是报告书没有办法提到2017年 那还是不行吗 或者是我们可以佐证内容是2017年 可以啊 但是报告书没有到2017年 因为报告书就只有2016年的报告书 简单说就是如果你相关提出的任何作为 要符合他是2017的 你可以证明的话其实就OK的 你好这边是汇丰银行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结出方案的部分 你们有一个规范 有一个参赛限制是说 如果过去三年有得过首奖的方案 就不能三年内不能再参加 那它是限制方案还是限制企业 限制方案 对它限制的是方案 所以我有不同的方案 就算过去三年有得过首奖 我还是可以再提 就是在参加不同 就是同一个主编 对当然 它限制的是方案 好 可以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年度大调查的部分 得首奖是不是也有三年的限制 刚刚讲的年度大调查 如果你得首奖 你只得一年 那你明年还是能参加 我们所谓的限制就是 年度大调查的首奖 你连续残联了三年 那你才会有进了这个荣誉榜 不需要参加的问题 那进荣誉榜有 另外的奖状还是奖杯 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听到 是哪一家的公司 好 会不会有奖创跟奖杯 好 我把这个问题带回去 请老板做一个奖杯 没有啦 目前因为我们 到时候的正奖典礼 今年的正奖典礼 会是在明年的5月1号或2号 所以在那个场合上 我们会宣布啦 不要上了找破坑啊 对不起 我刚以为是 好 因为其实我们网站上已经公布了 我刚以为是台达电的朋友呢 因为大家有仔细看到网站吗 我们今年 我们确实这个办法出来之后 也不能说出来 就是这个办法确实也是产生了 我们这一届会有进入一个年度荣誉榜 就是台达电子 它在前三届都已经在我们年度大调查的电子科技组当中得到的售奖 对 所以我刚才会说 你应该不会是台达电的朋友吧 再问我会不会有奖状跟奖杯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我是UDM买东西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一般可能会比较需要后补的 应该是相关的一些财报资料 那因为截止期间是2月9号的 应该下班之前 那想请问一下以往有没有发生过 就是有没有规定说相关财报资料是 像有一些奖项可能会规定 它是要有会计师可能有一些认证还是什么 那对于这边的话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或是说补件的话 它是不是限于2月9号之前 所有补件资料要补齐 那在2月9号之后对于补件资料 请问各公司这边是做怎么样的处理一下 我们确实是所有的报名文件 我们所有会拿来采集分数的 任何的文件 任何的补充资料 我们都是以2月9号5点之前收到的为主 不是下班前哦 是5点 我怕大家12点才下班 就是绝对不是2月9号下班前 是2月9号下午的5点前 那刚刚说到的任何财务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任何有疑惑说 它到底我的资料没有办法 在2月9号之间完成那该怎么办呢 原则上我们如果是根据题号 我们还是会跟他不断的强调 在根据我们的题号当中 所列的任何要求 其实你就是完全的符合他 但是当你们公司有 觉得有超出那个范围 做不到的地方 你就麻烦要在旁边加注 写清楚说我提供的这个数据 但并不是我们要求的2017的数据 你可能是写的2016 那你真的就是要列上去让我们知道 就是评审在这方面会 他们会斟酌的去考量 到底要不要采计 或者是如何采计 采计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大家好 我这边是友达光店 我这边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跟这个奖本身定位的问题 因为经过这些调整 不管是增加中小企业奖 或者是收费 或者是他现在奖项分类 其实我觉得跟永续人员基金会 办的那个企业永续奖 已经越来越像了 那对于公司本身负责事业查专案 这个成员要回去 回头说服老板的话 这么像的两个奖 请问远见这个奖有什么差异化 是足够让我们去说服老板说这个奖 也是我们必要参加 当然我们自己心中会有些答案 但是还是想听一看 这个主办单位这边是怎么样定位自己的 好 依照这个企业伙伴的问题 可能可以给大家稍微开一下 因为其实在我们 网上常见问题也会有很多人 会列出这样的常见问题 比方说你们这个奖到底跟其他单位的奖项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那就我们这边 其实简报前面也不断的 其实有提到强调是说 我们确实是目前在台湾最早提倡这个奖的 最早开始做 做得最久的 当然它有一定程度的指标性 以目前来讲的话 就我们自己单位的经验 当然很多的政府机关 或是外界的团体 当他们在讨论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们也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来看看说参加我们这里的人到底是哪些人 那在我们这边胜出的企业到底是什么企业 老实说这也是我们自己做远见品牌上 一个蛮值得骄傲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被受到外界的重视 所以如果大家面临到说 别人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你公司的老板来参加 其实今年开始要收费 或许大家会觉得有点困扰 会觉得好像会不会成为一个阻力 但不过依照我们过去的参赛的 参赛的加速以及整体的得奖的企业来讲的话 它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很多企业也会拿像在我们这边获得的奖项 来去跟外界做一些的说明 代表的一个荣耀 所以这个以我们自己企业品牌 媒体宣传传播力道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具有一定特殊的代表意义的 那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另外一家基金会所做的 他们是个NGO 那他们所做的角度 确实就是跟我们有一点点的差异 如果是去参加过他们那边的比赛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都一样 是以报告书去做竞赛 那我们这边并不是全然的 是以所谓的CSR报告书来做一个角逐的 那因此在的方向上面 当然还是不同的 在我们这边除了刚刚讲年度大调查 它是说全方位之外 其实杰出方案的这四个领域 还是多半来讲都强调不同的特色 刚提到了幸福企业 那在环境的议题 在教育的议题 在公益的议题 其实每年我们从来参加者的 所呈现的方案当中 也可以看到也许当年度的一个趋势 以及到底当下未来 可能的潜力发展的愿景是什么 所以这是从我们的奖项当中 可以比较挖掘出 跟别的地方不同的地 不同之处 好的 这位朋友想知道 刚刚提到的评分指标之外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配分比重跟规划呢 好 我们这里是 我们并没有对外直接说明 就是说 大家看不到我们的配分比重 这是没有错的 那我们原则上提供的是 刚刚所秀出来的这些大方向的原则 对不好意思 没有配分比重可以给大家看 但是如果看的是这个的话 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说 它每一项都是有分数的 那到底谁比较重呢 老实说每一年会做一些微调 根据当年度的状况 但如果硬要选出来的话 我们的诺文是 我们的上网是只有那个区位 我们的诺文没有上网 好 没关系 好 好 既然有 大家这么远道而来这么冷 然后这边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这十二大象之中 我们的配分是什么 很抱歉我不能讲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六个好不好 六个最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以这十二大象的指标来讲的话 我听到了好多暗言这里的声音 以这十二大来讲 我要回想一下 有没有讲错 好 好难选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其实 他很可能 每一个得奖的案件 他可能胜出的 还是再次强调一下 刚刚讲过的事情 他可能胜出的关键 未必是一样的 因为同一届的得奖者当中 并不是说每一家企业 都是靠他的创意性来胜出的 也不可能是每一家企业 都靠他够前瞻 够有远见 那执行的够久来就胜出的 所以这几点 他到底有没有深入 有没有高度 那成果方面怎么样 够不够领先 他其实都是一个 评审会去考量的重点 所以A企业有可能 他是以他执行的够久 效果很好的胜出 那B企业也许是以 他提出了一个 很好创新的议题 那吸引大家去关注 但是由于太过创新了 可能他的成果上 目前并不是这么的显著 但是评审还是愿意 在他以一个 开创者的角度上 来给予他一些肯定 所以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讲完这个前提 再来看这件事情 到底哪些东西很重要 忽然又变得很难选 所以其实创意很重要 但是投入资源当然也很重要 那社会效益 平和 对不起 社会效益 那以及你的职能结合 跟营运连结 这两件事情 在我们家来讲 也是长期不断地强调的 你真的就是要发挥 你企业该有的一个核心 去做到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 如果以一个专案来说 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关注 已经有别的单位 别的NGO 别的人他长期都做得比你们还要好了 那你还要选择去投入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胜过他的地方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不如就把钱捐给那个NGO 让他去好好做吧 所以重点就是 专场 以及 你的核心职能 还有商业资源 到底有没有办法 好好的让这个事情 有一加一大于二 甚至大于三的效果 这个如果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说明 以及相关的 阻振跟说服评审的话 其实往往在我们这边 是能够还得到不错的成绩了 好我回答完了 现场还有任何问题吗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说明就在此结束 提醒各位2018的远见杂志 CSR评件活动已经开始受理报名 详情可以至远见杂志的官网 连接CSR官方网站 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礼物 各位有美好的下午